今年夏天,曼联在转会市场上的操作非常不给力,不过曼联球迷或许也习惯了,因为不仅仅是今年夏天,最近几个赛季曼联在转会市场上都不给力,负责转会事务的伍德沃德,拉担住是一把好手,但是操作球员转会,就不那么令人放心了。 事实上,曼联金夏到现在还没能完成补强,不仅主帅莫里尼奥着急,就连曼联球迷也十分着急,每日进报报道,许多曼联球迷又开始呼吁俱乐部设立足球总监了,为什么是哟,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,自从福格森退休之后,曼联球迷就呼吁球队设立一个足球总监,但是俱乐部一直没有这么做, 最终总监的工作还是和以前一样,由伍德沃德和主事来分担,曼联是欧洲顶级豪门俱乐部,为数不多的没有足球总监的球队,足球总监是干什么的? 他是为球队制定长远的演员策略和情绪发展策略,他需要从足球角度来使用球队给他的预算,说直白点,也就是说将俱乐部的足球和商业经济完全分割出来,主席,副主席只要负责商业运作就行了, 主教练主要把想要的球员名单,或者拿个位置,那种类型的球员给出来就行了,剩下的足球总监会帮监测球员的所有数据,如果你确定你想要,他会以相对低连的方式帮你搞定, 这样主教练可以把所有心思全部放在球场上,虽然以前曼联没有足球总监,但是那是因为当初曼联有福格、森萨,此前福格森和大维吉尔的组合,完全掌控了俱乐部的一切,他们也习惯了这种分工方式,然而大维吉尔走了以后,这种组合方式渐渐显露出他的弊病出来,伍德沃德在转会市场上不给力, 福格森连事件高,也没有太多的精力去操心影员方面的事物,这才导致曼联从福格森后期开始,就出现影员难的问题,而随后曼联的几个主帅莫耶斯,班加尔和穆利尼奥,此前执教的时候,都没有经历过这种分工方式,他们不仅仅需要带领球队,还需要操心做好其他的事情,这也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分心了, 而负责转会市伍的伍德沃德呢,他大部分心思都放在拉赞柱上了,最近几年漫年每年去参加季前赛,伍德沃德总会给球队拉上一两笔赞柱,而且夏季伍德沃德,没事,还是看看网球比赛,这说明在他心中,转会定分是最重要的事情, 看看其他俱乐部,比如满城,罗马等球队,新帅上阵之后,只需要适应俱乐部的管理体制,随后把所有的心思,全部放在球员身上就行了。 这也是为什么经常有新闻报道,莫里尼奥考察这个,莫里尼奥考察那个,但是几乎没有报道说过迪奥拉,科洛普等主帅是考察其他球员的原因, 同时,由于转会就是总监负责的事物,他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包在转会谈判上,谈判时间越久,得到球员的机会也越大,而且球员的价格也会相对低廉,这,也是为什么卖连买人总是比其他球队更加饶贵的原因之一。 而看看曼城,罗马等队满球员为什么那么合理,因为他们有欧洲最好的总监去操作转会,看看罗马拥有了蒙奇以后,球队在转会市场上的操作,这是卖连所无法逼拟的。 看看曼城总监贝吉里斯坦在转会市场上的操作,要不是有他当初曼城是无法搞定斯特林和德布劳奈的,这也是曼联在转会市场上引缘混呢。 而且经常只能高降满人的最大原因,现在的曼联,或许真的需要改变了,是需要设立一个足球总监的时候了,毕竟伍德沃德不是大卫吉尔,他的工作重心,也不在转会谈判上,如果能够请来一个优秀的足球总监,则可以让球队在引游工作中更加轻松,只是不知道伍德沃德是否舍得放选呢。 如果曼联真的要胜利足球总监,阿兰罗马的蒙奇似乎是不错的选择,他有圆满,也有手段,或许是最好的选择了。 谢谢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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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